乐乐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好像找错人了吧 我们现在 已经任何关系都没有了 你应该 去跟沙拉解释才对 我已经跟沙拉讲清楚了 我跟他不会再有任何瓜葛 你终于承认了 你们不会再有任何瓜葛 就说明你们以前有过瓜葛 对吗 从现在开始 你的一切 都与我无关 乐乐 乐乐 你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浪卡 看吗 服员 看吗 服员 看吗 军医 军医 你没事吧 服员 看吗 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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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你 冷了 我真的好想你 乐乐 乐乐 我想你 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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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去吧 乐乐 我说了 让你出去 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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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乐乐 乐乐乐乐 你当真不打算 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严勒吗 只要他开心 这一点都不重要 先走了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希望你能配合我演一出戏 这份是你弟弟跟我签的合约书 现在我还给你 里面有一份解约书 上面清楚地说明 你弟弟所收的定金无需退还 我们就此解约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你能帮乐乐实现他的梦想 他一直都很希望能够当上主编 他晋升的契机呢 就是赢得雷利森的笔稿 但现在 挡在他眼前的 有两个阻碍 一个是我 一个是你 他为了保护你 从来没有开口 让你担任雷利森开幕活动的主厨 那你却是这个活动 唯一最适合的人选 你愿意帮他实现他的梦想吗 李绝义 我相信 你能给颜乐幸福 你的意思是 你只参加生活手册试赛会 你不参加睿智的试赛会了 没有人教过你进别人房间之前要先敲门吗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嘛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义务要跟我的下属报告工作吧 雷利森是我们家的 我有权知道 但是我的上司只有人家每一个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自己去问任总 有什么了不起的 问就问 什么时候了还玩手机 莎拉还没来呢 莎拉 这里 路上太多了 没事没事 小姐您好 请问您需要什么 咖啡谢谢 好的谢谢 请稍等 莎拉 你怎么好端端的辞职了 出了这么多事 你们怎么都出来了 李总说得怎么做吗 我们根本找不到老板 李总去哪了 我们也不知道 但我总觉得 老板最近怪怪的 怎么说 他前几天啊 见了生活手册的主编 说请他帮一个忙 然后就把我赶出去了 见他们主编 那就是说 他们是认识的了 认识还下手那么喊 是啊 而且还迟早一天 明摆着是给我们好看嘛 李总 最近还做了什么 小姐您的咖啡 按照我觉得老板 最近只能用奇怪两个字来形容 他一会儿挑衅那个 李总监 一会儿又去见主编 对 还有那个大灵灵 对 还有 他突然要告大灵灵 告大灵灵 这不像李总的作风啊 而且 就算他要告他的话 也不会去见他呀 反正 老板最近奇奇怪怪的就是了 对了 最近老板还让一飞去买了一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看 就是这些 进来 叮 茶鸡 奶茶 烧鲜草 生煎 全都在这里了 谢谢 不客气 不过 李总 我想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 什么问题 那些都是小女孩喜欢吃的呀 你也喜欢啊 当然不是 看来是买个女朋友的 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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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跟试菜会 有关系吗 原来 来见过李总吗 有 就是那天 我们要给 达林林发律师喊的那天 她特别生气的过来 这些 就是什么